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第三天 重头戏在川普副手范斯的接受提名演说 美国选民对范斯不熟悉 这是他成为川普2024副手人选后 首次的公开演说 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 范斯用大部分的篇幅在称赞川普 以及攻击拜登 展现他对川普的绝对忠诚 范斯说当他四年级的时候 在参院的拜登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他高中的最后一年 拜登支持出兵伊拉克 技巧的来凸显他和拜登的年龄差距 来自俄亥俄州的范斯 在接下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 任务很清楚 就是要拿下中西部铁锈区的选票 范斯在演说中提到家乡俄亥俄州九次 提到密西根州六次 另外提到宾州五次 对于范斯的演说内容 现场党代表都很捧场 整个气氛是快乐正面愉悦的 那么除了范斯今天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是川普的长孙女凯 现年17岁的凯第一次在政治场合公开演说 他说媒体让他祖父看起来像另一个人 但其实川普就和所有疼爱孙子孙女的祖父没两样 凯在台上介绍他所认识的川普时 我们看到川普的表情也确实是平常很少看到的慈祥模样 过去几天我们在拳代会上 当然或多或少都会听到讲者提到宾州造势的枪击事件 但是今天很明显的川普阵营开始利用川普 差点被暗杀的事情来凝聚支持 川普长子小唐纳德就描述事情发生的当下 川普站起来高举唇头喊着战斗战斗战斗 那么同一时间现场荧幕就秀出当时的经典新闻照片 小唐纳德说有一种强硬叫做川普强硬 而美国就是川普强硬 TV新闻黄松普林嘉辉 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站起来